花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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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菜要不要炊 一大水 所以說有放筍子跟紅蘿蔔 還有香菇 還有肉 還有菜脯 所以說一般的話就放下去 一般的話就放下去 有品花粿來好吃嗎 有 應該會有 所以文明花粿來 先開的時候來講話 有人電視裡面常常講 要怎麼樣直線開 來電視再講 要怎麼用先開 怎麼要先開 講的話就慢慢打開 慢慢打開 好 我現在告訴你怎麼打開 來 走開一點 這樣嗎 有時間打開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水滴才不會滴下去 對啊 水進去 好漂亮喔 因為你慢慢打開的時候 外面擰線 水蒸氣 會往裡面滴 對 所以你要趕快掀開 讓它出去 把它刮掉 甩一甩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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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菜薄的嗎 有啊 那我炒 那你這年怎麼做過 那瓜粿也有做過 沒有 我可以做 那要好好做 不知道 你沒做 你來給我富家 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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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他很開心 再來米粉 然後加弱米粉 然後加那個素脂 素脂 然後加在以前用冷水 一半冷水 一半熱水 然後放到瓦斯那邊 稍微把它夾拌一下 有一點顆粒狀再米粉 米粉再夾拌 夾拌到沒有顆粒狀 沒有顆粒狀之後 你再把它放到瓦斯那邊 再夾一夾夾一夾 等到有一種皮狀症 你再把它拿出來 再一直夾 等到 沒有顆粒之後 就沒有紋路之後 就可以放到這個碗這裡 馬下去沾 沾20分鐘就可以了 其實很複雜 落起來很簡單吧 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其實很複雜 你覺得很複雜 可是你下去做的時候 就一點都不會複雜 我不是複雜 你覺得很複雜 不覺得很複雜 不覺得很複雜